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萧瑟只要求取到补魂之术 他的武功就有可能恢复了 不得不说这一点令人异常期待 萧瑟去蓬莱仙山寻找仙人 而另一边的天气却是风气云涌 之前萧瑟和蓝月侯有约定 一年之后回到雪月城 和他一起返回天启城 可见明德帝对于萧瑟的重视 这位被放逐出江湖的皇子 其实明德帝一直都很重视 甚至曾说过自己对于他们有愧的话 这也是他为何能够容忍萧瑟抗旨的原因 按理说萧瑟和江湖势力纠缠不清 如果明德帝真的要处罚他 理由有很多 但他并没有 甚至要下旨赦免 从预告来看 萧瑟的隐脉恢复了 准备折返回雪月城 也就是说距离回到天气不远了 而且明德帝还准备立下龙峰卷轴 立储君人选 而这无疑给了萧瑟巨大的危机感 如果明德帝要理萧瑟 那么他必然是要杀萧瑟的 萧瑟想要借助白王萧虫之手 将萧瑟排除出局 他本身就野心勃勃想要夺取皇位 身为皇子想要夺皇位 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禅儿赤王萧羽却已经做足了准备 明德帝身体出问题 其实就是他下毒所致 而且在这场争夺皇位的战争中 他也做好了准备 就算明德帝立萧瑟为继承人 他也可以反败为胜 因为他将无心给炼制成为了要人 无心的实力是很强的 成为要人之后实力大增 刀枪不入 成为了他手中的一柄利刃 不仅如此 他还请来了孤建仙洛青阳 有洛青阳坐镇 很多武林高手根本奈何不了他 最重要的是 这位偷偷地将自己的生物易文君炼制成为了古王 还控制了天启城一批人 一旦夺位失败 他就要发动恐怖的升华危机 可以说真的是准备充足啊 但可惜的是 胡心成了他布局的最大变数 胡心是故意被他控制的 会的就是知道他的阴谋 后面萧瑟等回到天气 进入天下第一楼 得到天斩剑 和赤王萧羽以及洛青阳大战 最终洛青阳虽然入了神游玄境 可萧瑟却利用心魔影 恢复了无心的意识 无心恢复意识后 批出了易文君体内的古王 萧羽的阴谋落败 洛青阳自然也不会帮萧羽 最终萧羽自尽而死 其实萧羽到死都不知道 明德帝从来就没有 把他列为皇位继承人 最终公布的龙峰卷轴 两个名字 第一封是传位给白王萧崇 第二封则是传位给萧瑟 萧羽到死都不知道的是 明德帝从未选过他 原因其实并非是因为 他的生母易文君 曾和叶鼎之生下无心 而是别的原因 否则明德帝也不可能给他封王 他对于易文君是真的很喜欢 哪怕易文君绿了他 他依旧留着易文君 真正的原因就是 萧羽太残暴了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一点明德帝早就有所察觉 所以从不对他抱希望 明德帝当年的皇位 得来虽然不光彩 可当初太安帝传位给了狼牙王萧若锋 萧若锋是自己不愿意做皇帝 把皇位让给他的 后面因为浊青寻找到了另一份遗诏 所以狼牙王自己自愿赴死 无非是他明德帝为了皇位要杀自己的弟弟 而最后明德帝萧若锋留下两封遗诏 先传位给萧虫 因为萧虫有能力做皇位 后面一份遗诏 就是为了保护萧瑟 除掉锦璇 避免狼牙王当年的惨案发生 避免萧瑟成为下一个狼牙王 接下来说 《少年歌行》五大剑仙结局 赵玉珍惨死 李寒一封魔 怒剑仙躺赢 刘学义 林博洋 李弘义 敖瑞鹏等主演的电视剧《少年歌行》 新的剧情中又有不少新角色上线了 比如九皇子和暗和众多杀手 九皇子假扮萧瑟去暗和 联手暗和想要覆灭雷家宝 而前往雷家宝的雪月剑仙李寒一 被暗和杀手刺杀 甚至唐门也出于要灭雷家宝 选择背叛雪月成 不仅雪月剑仙被刺杀 就连萧瑟和雷乌杰也被暗和的杀手刺杀 靠着李肃王才算暂时讨过一劫 至于唐莲原本带着叶若伊 回唐门帮他治病 结果唐莲月却也没能保住两人 两人被唐门高手追杀 关键时刻 吴欣出现 救下了唐莲和叶若伊 结果却被刚出场的怒剑仙 炎战天追杀 唐莲逃生 但吴欣却要和明侯 面对怒剑仙炎战天 加上炎战天 五大剑仙如今已经出现了四个 五大剑仙在整部作品中影响极大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五大剑仙 以及对应的五大剑仙的结局 首先就是道剑仙赵玉珍了 赵玉珍可以说是五大剑仙中最为倒霉的一个 一生下来就因为一句称言无法下山 和李寒一两次见面 本以为这两人可以好好的在一起 然而终究又缘无分 新的剧情中李寒一被刺杀 差点死在苏昌和的掌下 预告中赵玉珍下山救了李寒一 而他自己则强行入神游玄境 之后被反噬 加上苏昌和唐门三老等联手 最终虽然救下了李寒一 把他带回了望城山的小院 却依旧没有能够活下来 李寒一穿着嫁衣嫁给他 但他却死了 可以说赵玉珍是五大剑仙中 结局最凄惨的一位 和李寒一远间三面 许下一生 却终究没有一个好结局 不过原著作者要写第二部 希望能复活他吧 其次就是李寒一的结局 他从预告来看 我们就能看得出 随着赵玉珍死后 他也入魔了 入魔之后的李寒一 无疑是非常可怕的 一心想要杀了苏昌和 给赵玉珍报仇 好在谢轩在他身边 能够有办法治疗他 而按照原著的描述 他最后虽然恢复了 还踏入了半部神游镜 实力大增 但赵玉珍死了 只能独自一人 孤独一生 希望作者写第二部的时候 能安排小仙女一个好结局 第三个就是如剑仙 谢轩了 如剑仙 谢轩真的是一个妙人 读书读出了个剑仙 实力强大 却很少权力出手 而他为人和善 数次帮助萧瑟等人 最后的天气之战 也是他出手救了不少人 包括骆青阳对无双的必杀一击 也是他挡住的 最终谢轩结局 应该是继续潇洒江湖 做他那个臭书生吧 做他那个臭书生吧 五大剑仙中 最强的孤剑仙 骆青阳目前还没出场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是赤王萧宇的义父 暂时帮萧宇 而且他深爱萧宇 和无心的母亲易文君 按照原著中的描述 孤剑仙洛青阳 从半部神游境 踏入了神游玄境 在赤王萧宇自尽之后 带着萧宇等母亲易文君 一起归隐木良城 继续做他的江湖剧壁 其结局算是不错 最后一个五大剑仙中的怒剑仙 阎战天 也在新的剧情中上线了 预告中 怒剑仙阎战天追杀吴欣失败 因为怒剑仙谢轩赶到 但同时 他也将一个麻烦 带给了怒剑仙阎战天 两大剑仙联手 置住李寒一 问题应该不大 而怒剑仙之所以追杀吴欣 因为他乃是白王萧虫的师父 正是因为这个身份 所以怒剑仙堪称是最后躺赢的人 最终萧瑟回到天气 斗败萧玉 却不愿意做皇帝 皇位让给了萧虫 而怒剑仙依旧对他忠心耿耿 最终怒剑仙自然是可以得到应有的权势地位的 萧瑟离去 很多高手也都至此回归江湖 五大剑仙中最末的怒剑仙 自然成为新帝的心腹 地位只怕不输给五大剑之手吧 综上所述 五大剑仙有着五种不同的结局 道剑仙惨死 孤剑仙归印 雪月剑仙封魔 如剑仙放浪江湖 怒剑仙躺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